全油管最快新闻 3月29日威马汽车总整案审计报告显示 资产39.88亿元 负债高达203.67亿元 拖欠于员工薪资超4000万元 合作伙伴17亿元 合作伙伴17亿元 共564位债权人 债权总额33.76亿元 推进战略投资 威马累计募资超400亿元 多次谋求上市为我 资金缺口加大 180字威马汽车重整方案 出入资不抵债线10言句 多次尝试上市为我 资金链断裂难以逆转 管理人积极寻求战略投资人 尚需时间观察 投资时应谨慎 以确保资金安全 新势力汽车企业面临挑战 行业竞争欲发激烈 前路围捕 需要稳步前行 订阅新闻急速的 最先知晓天下事